您好,我是王定和 我们不论做哪一个行业都应该把基础打好 财务基础包括生前信托,24小时看护,人寿保险,退休以后 养老计划四项,您都有吗? 请看这个金字塔形的财务计划 在财务计划的基础里边包括了生前信托,24小时看护,人寿保险,退休养老计划 首先要跟各位谈的是,为什么要立生前信托? 生前信托叫living trust 美国活着是法治社会,死了美国是资本共产主义社会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过世以后,他所有的钱是从社会里边赚进来的 当他过世以后的话呢,他要把钱还回给社会 还回给社会呢,有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自己把钱捐出去 另外一种就是抽遗产税 所以美国在人过世以后,你所有的财产就变成资本共产主义的社会了 生前信托要由律师来做 生前信托可以代替代替遗嘱 也就是说,我人百年之后,我过世了 我要怎么样控制我的钱 所以在生前信托里边 我可以说,我的女儿要她四十岁的时候才能动用这笔钱 这笔钱是我给我的女儿的 所以在她有生之年 她可以从里边拿钱给她的丈夫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不能爱情永固的时候 她的先生是没有办法动这笔钱的 所以我在生前信托里边 把这些通通写进去 这是我的愿望 因此生前信托可以代替遗嘱 而遗嘱不能代替生前信托 生前信托一共有A、B、C三种 如果你是很有钱的人 你应该设立A、B、C 生前信托 因为活着的人是A 过世的人是B 活着的人 如果他的钱超过遗产税 就要把这些钱放到C里边去 然后继续花C账户里边的钱 要全部把它花光 如果再拿C账户里的钱去投资的话 赚出来的钱 那个就要付遗产税 所以像这些知识 你一定要去问你的律师 由你的律师告诉你 所以这本书叫做 《投资避税保护财产》 所以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说 叫生前信托的重要性 那么它是从17页 一共到21页 对吧 如果你读读这本书 从17页读到21页 我保证你可以多赚很多钱 少付很多冤枉税 尤其是遗产税 因为生前信托 他不会死 如果你今天在加州 你的财产超过10万块 当人过世的时候 就要经过Probate Court 所以你常常听过 叫做那个房地产Probate Sale 对不对 所以当人过世的时候 就要经过Probate Court 那遗族认证法庭 就坐在这个地方 就说你要付多少钱 遗产税 如果你立了生前信托 就不会经过Probate Court 不会经过Probate Court 你就不会付法庭的费用 像是律师费 执行费 行政费 像这些费用 通常是你所有财产 通常是你所有财产10到20% 所以因此你应该找律师问问看 现在你做一个生前信托 大概也就是1000多块 你做了生前信托 你就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费用 尤其是Probate Court费用 因为生前信托不会死 所以当人过世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经过Probate Court 因此法庭的费用 你就可以省下来 有关生前信托这个部分 请读读这本书 17到21页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